7月10日下午 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 在Almonte市举办2016年第二场新书发表会 四本协会成员新书正式与华文读者见面 近百名南加州文学爱好者及艺术界人士 出席发表会与作者亲切交流 这次发布的四本新书 包括著名作家编剧导演杨强的新书杨强文集 作协青年作家张冠新书宁蒙 粒子物理学家卢随显六年研究心血著作 自闭症与固态水粒子研究 以及南加州湖北同乡会会长丁丽华等 策划编转的湖北同乡会会刊首刊九头鸟 四部新书汇聚作写老中青三代作家成员 特色鲜明 内容涵阔剧本小说散文诗歌 科研文章活动集锦等多样文学形式 展现了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 对于成员文学创作体材的多样包容与鼓励 今天我们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 举办的是2016年的第二次新书发表会 这次也发表的有三本书 一本会刊 那有就是中青年老中青作家的作品都有 那我们这个会的这个平台呢 实际上是要借用这个平台 向那个会员向社会大众呈现 这是我们的作品 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媒体 把我们会员的作品向世界展现 也希望通过这么一个活动呢 就是激励我们的会员 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会员 请以笔根写作 发表会上邀请了协会资深会员 文学爱好者段金平 彭南林 卢正华 周瑜 为四本新书担任书评人 四位新书作者 也分别就创作新路及文学感悟 与民众诚挚交流 记者洛杉矶报道